号外 厦门税务APP对自然人业务新增指纹 Face ID 手势两种登录方式完成设置后 再也不用记忆繁杂的密码 轻轻松松即可实现登录 快来一起学习下吧 1.下载注册还未下载 厦门税务APP的纳税人 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按照提示操作 下载安装厦门税务APP 打开厦门税务APP 在我的未登录注册账号路径下 进行用户注册 分为企业业务和自然人业务两个入口 已经在电子税务局驻测过账号的 无需再次注册 可直接输入电子税务局的账号和密码 使用登录 2.新增登录方式 1.指纹登录 Face ID登录 1.安卓用户 可设置指纹登录 纳税人可在厦门税务APP 我的登录设置路径下启用 指纹登录并录入指纹 完成设置后 即可使用指纹登录厦门税务APP 若纳税人想关闭指纹登录 可在厦门税务APP 我的登录设置路径下关闭指纹 登录 2.iPhone用户 可设置Face ID登录 纳税人需先在手机设置中 启用面容ID功能 完成手机设置后 可在厦门税务APP 我的登录设置路径下启用Face ID登录 启用后即可使用Face ID登录下门税务APP 若纳税人想关闭Face ID登录 可在厦门税务APP 我的登录设置路径下关闭Face ID登录 2.手势登录纳税人可在厦门税务APP 我的登录设置路径下启用手势登录 选择手势登录后 输入手势密码 再次确认手势密码 完成手势密码设置 纳税人启用手势登录后 厦门税务APP 还支持更改手势 可在我的登录设置 更改手势路径下 依次输入就手势密码设置 确认新手势密码 即可完成修改 若纳税人想关闭手势登录 可在厦门税务APP 我的登录设置路径下关闭手势登录 温馨提醒 当纳税人同时启用指纹登录 Face ID登录和手势登录时 将优先启用指纹登录 Face ID登录 如果不使用指纹登录 Face ID登录可以关闭指纹或败 使用手势登录怎么样 更新后的厦门税务APP登录起来 是不是更方便了 快来设置吧